一个被康熙大地遗忘的木屋村 如何通过东北民俗文化吸引游客 一个偏远的小山村 一道普通的民间美味棉火勺 如何创造财富 体验东北民风民俗 品尝当地特色美食 今天的节目带您走进吉林省白山市府松县 看这里的冰天雪地如何变成金山银山 身材有道志富从这里起步 各位好我是寒冬 我现在是在吉林省白山市的辅松县 昨天晚上这个地方就下雪了 现在还没有停 各位能从镜头里感觉到吗 哇这个感觉太棒了 周围是银砖宿国 好一派贝国风光啊 在这样的冰天雪地的世界里 蕴藏着火热的冰雪经济 在辅松县的锦江木屋村 游客遇到了入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雪 很多人都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雪 纷纷飘落的雪花 让来自天南地北的游客兴奋不已 我要站起来 我给个照片 我给个照片 这东西能吃的什么吃 打倒影 啊 身材有道 身材有道 没有看到了 天天身材有道 来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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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福建来 福建啊 福建什么地方 厦门 厦门啊 那都没见过雪了 对啊 每次都没见过 我们的气氛基本上高于四十 哦 你们是从哪来的 湖北 湖北公来的 我们也啊 你们那很少看到雪吧 没有啊 我们从来没看到雪 从来没看到过 广州来的 啊 从广州来的 啊 什么感觉你看到这个 有意思 喜欢吗 喜欢吗 哎 你坐是不是开心吗 哎 告诉一下 告诉一下 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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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嘿 冷不冷啊 冷啊 你们那冷 还是这冷啊 啊 哈哈哈 哈哈哈 我在这儿问他 他在那儿做鬼脸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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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选你的相机拍啊 来来 来来 你鼓励一下快 啊 啊 啊 哦 好 你这儿 拍照 拍照 一 一 一 五村美不美 是 好不好 好 好 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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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个项目以前没有吧 呃 以前有来过 但是呃 但是这次呢 就正好遇巧遇咱们啊 很容易我们的客人也很容易 尤其姐感人今天下大选啊 哈哈哈哈哈哈 你们打个赞做欢迎 对 导流做欢迎啊 太冷了 一二三 一二三 加油 一二 加油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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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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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我太聪明了我看一下这边男的多果断的加入了这边的动物哦 第二轮这边肯定是你看这儿有多少人哈哈哈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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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三 一二三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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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会看眼色形式 第一边这边上了 第二边的时候,你看大家全到这边来 都果断的选择,他们又胜了 锦江木屋村是清康熙年间建起来的一个村落 当时为了给康熙大帝祭拜长白山带路 留下的官兵在此居住等候 所有的房屋都取材附近山上的松木 房屋采用纯木制结构 使用木瓦、木屋、木烟囱十分有特点 因为各种原因,康熙大帝没有前来祭拜 木屋村被人遗忘,几乎与世隔绝 正因为如此 几百年来木屋村保存完好 如今成为游客云集的景点之一 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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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春之后有我们牛爬 牛师傅拉到我们的客人 进行到我们的共享社也好 或者到我们的豆腐房也好 体现一下我们的美术文化 体验互动一下去 推石墨 弄豆腐 墨豆腐这一块 然后在我们馆船可以进行 牛大样子 然后呢 还有巴克比赛 拿木耳 咱们都给了拿捺玉 大鱼 我们书通学大部分 都是你们自己组织的 对 都是我们自己组织的 每天我们的食物量是更多 冬天的话 特别是在周五周六周日 这三天比较多一些 平均平均的话 周五周六周日 每天的接待量 大概一千五到两千人左右 是这种情况 那就是说 现在就是来参观 必须买票 不买票行吗 那个 如果你要是民宿体验的话 必须要买票 如果是不参与这个民宿体验 可以那个 不需要买票 那就我自己持病去进来 就可以 是这样子 正是因为丰富的旅游体验 过去这个被康熙大帝遗忘的小村落 如今拉开了冰雪经济的大幕 如知的游人 给木屋村带来了丰厚的冰雪财富 我们现在是有两核社 一个是餐饮核的社 再是旅游核的社 现在是24个村民 以前每年收入是一千元 现在已经达到了2万 200多张 接近300张 对 270张 一般都在170张 每天 是吗 对 那收入大概多少 收入 两三万块钱 就是一个冬天大概能有多少个团 就你自己 大概10多个吧 你自己就得带10多个 对 10多个 10多个吧 但是今年这个简浆木村是我第一次来的 去年我就开始带 但是我还不知道有这种木村 如果来了之后呢 客人感觉确实是甜度非常好 而且这个地方更适合它 更接地气 这次打算消费多少钱 消费啊 预算有没有 有六七千吧 六七千 嗯 木屋村啊 由于这个交通的缘故 还有离县城太远 所以呢 当时这个地方的人住的并不多 很多人都搬走了 整个村子只有30多户人家 后来搞起了这个冰雪经济 很多人发现了其中的商机 所以又纷纷地搬了回来 看到了家乡的变化 过去离开家乡 出门打工的村民又回来了 利用自己家的小木屋 看准商机 参与到火热的冰雪经济中来 我是搬走了10年了 我又回来的 那你出去干啥 我出去打工工牌了上学 哦 那你咋又回来了呢 回来这家不是开发吗 为了开发就回来了 人家不是给80块钱吗 我们是为了带这家合作社吗 哦 你是回来参见合作社的 对 每天给你80块钱 对 哦 80块钱就做这个手工是吗 对 哦 做完了摆在哪儿啊 摆在工匠室 或我这儿 外头做个小吃 哦 做小吃 我看有店饼称了 对 那是做啥 做煎饼盒了或烙啥 那你现在约2400块钱 对 比原来在外面打工这么多 嗯 差不多 但是在这儿 还是回老家好嘛 目前通过这有带动吧 这个家家户户 确实这个和以前已经发生了 翻天不得的变化 通过这个我们发展的 冰雪旅游啊 啊 参与餐饮的合作呢 确实这个村民已经是走上支付的道路 位于长白山下的辅松县 是中国的人参之乡 来到辅松 一定要品尝一下 这里一道想遇国内外的美食 人参炖鸡 滑完雪会特别冷 所以很多人都会跑到这儿来吃这么一锅东西 先说说这是什么锅啊 这么漂亮 这是长白山的玉石锅 玉的吗 这个是 长白山的一个玉种 是本地玉是吧 是 这真贵嘛 这个还好 400块左右 然后我们用的玉石锅 然后做人参鸡汤 这个玉石锅呢 在古代呢 只有皇帝 皇宫里的贵族 才能用玉的材质的 然后器皿来做饭吃 来盛饭吃 对对 现在呢已经走在老百姓的家庭里了 那有这么一锅 这里边是做的什么 炖人参 对人参鸡汤 人参鸡汤 对大家都特别喜欢的 冬天嘛 和人参鸡汤特别滋补的 这个人参是咱们的特产 是 是我们当地的特产 我们是普通是人参之销 盛产之销的 那小鸡呢 小鸡是我们当地本地的 满山遍野跑的那种本地鸡 是什么 是这种鸡 个头不大是吧 对对 那调料是什么 那调料是什么 人参 主料就是人参 然后大枣 枸杞 糯米 黏米 为什么还放米呢 对 它会味道会比较鲜美 那这么一份汤 得炖多长时间 大概煲四个小时左右 那就说你们要先做出来 然后客人来的时候就才能点 我不能坐在这等四个小时 对吧 很多客人都是提前预定的 然后我们也会有一些备料 然后客人来的如果说特别急的话 然后可以我们可以给他做一下 优秀的食材 让食物加工的程序变得简单 简单的烹饪更突出了食材的美味 经过数小时的慢火炖煮 香气扑鼻的人参炖机可以上桌了 这汤怎么样 真挺好喝的 我刚才都喝了一口 味道特别鲜美 味道更新鲜美 我真香 您可以尝一尝 人生味比较重 然后它制度效果特别好 提高免疫力嘛 来到东北就不冷了 对 我就想说这个 而且喝完这个汤 就马上觉得心里热乎乎的 加上我们东北人的热情 您一定度假很愉快 是的 现在在福松县来滑雪度假的人 一定要喝上一锅热气腾腾的人参炖机 冬季滋补的作用 在冰天雪地中显得尤为明显 这也给当地的餐饮经营者 带来了丰厚的回报 这一哥得多少钱啊 我们在这做一个 长白山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特别推广 然后做一个特价销售 是128块钱 哇 真的是那个不贵 特别不贵的 对吧 特别亲民价 一家人要来花个雪喝个汤 蛮够用了 对啊 特棒啊 是是 消费不多 那你这应该卖的很火了 对 一个季度的话几万份吧 就是一个雪季就要卖几万份 辅松县仙人桥镇的皇家崴子村 地处大山之中 只有一条山路通往村外 160多户居民进出很不方便 但是就在这个偏僻的小山村 年火勺的美味却传遍四里八乡 我们来到皇家崴子村 见到了老苏家的女主人 张淑珍 打探苏家年火勺好吃的秘密 那些都是一样像一样的面 一个人做它的一个口味 跟着不一样 就你除了放糖 放什么 别的什么东西都没放 都没放 年火勺在东北是冬季和春节期间 民间的主食干粮 这是一道极为普通的东北民间食品 年火勺呢 其实它本来应该是满族的一种食品 满族它尤其在冬季 年火勺本身它是那个年米做的 所以它就是在冬季一个是产生热量 再一个是耐饿 所以它带着一种满汉融合性的特点 擅好的糯米面做皮 软糯十足 精选的红豆煮成豆沙做馅 鲜甜可口 加上铁锅柴火的煎烤 既有糯米红豆的香甜 表皮又有油煎的香脆 这种混合的味道和口感 让人欲罢不能 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 就它很漂亮 而且我以为吧 这个揭开盖有热气这样冒上来 没有 就这样是吧 它是慢慢把它烙熟的 怎么弄出来 我只好想尝了 这样揭拿可以啊 我怕它会很烫 热 很热 一般人受不了 这个 就是有点太热 太烫了 我拿了这两个 挺热 热了呀 热啊 那我待会儿再尝嘛 太热了 怎么样 到普遍来说 心情吃不了热豆腐 也吃不了热粘火勺 很好吃 它不像的 因为它这个面外边发过了 就是这种 你的这个面是发过了的 所以它没有那么黏 不会说张文杨还掉不下来 但是它有绝对不同于 拿面做的一种点心 是吧 那个感觉口感很奇妙 老苏家年火勺的特点 就在于它的糯米面经过发酵 这是张淑珍自己的创新 就因为这个创新 使得他们家的年火勺与众不同 年火勺以往它是那个不发面而已 嗯 面不发酵 那它是因为它常年在这个 在这个做年火勺的过程中 这个手太凉 那有一次就把这个 偶然之间 把这个面放到了这个炕上 结果发现这个发酵之后 然后这个更筋了 而颜色也好 然后那个吃起来也更可口 所以它这个年火勺就非常有特点 这是先被传下来的手艺 加上张淑珍二十多年的制作经验 苏家年火勺才名声在外 你属于挺有想法的人 是吧 就是这个农家的一个 那个自己吃的东西 你能想起来把它做好了 拿到城里去卖 为什么能打到现在这个天地 我觉得真的不容易 我现在也挺高兴 也挺自主的 全国各地都有了 都有了 你再不用背着出去了 现在订货了 你直接上火车上去发货就行了 是吧 对 你可以有大客 快递都可以 真好 每年冬天都是年火勺最好卖的时候 零下的气温延长了火勺的存放时间 放宽了顾客的心 可以放心大胆地购买 从而把老苏家的生意带入旺季 它这个是十块钱一盒 十块钱一盒 有多少 多重呢 就是小豆的是一斤九两左右 就不到两斤是吧 一盒十块钱反正是 是吧 对 你一天能买多少盒呢 一天 六七十盒 一百来盒不一定 有时候 二百来盒也是他 二百来盒是他 六七十盒也是他 对 反正总而言之 你在家里做年火勺 比上班要好 对吧 好多了 好多了 一天能卖这一两千块钱 一天两千 十天两万 一个月就六万 葬叔珍每天早上 把做好的年火勺 装进杯筐 拿到辅松县城去卖 为了方便这个小山村的村民 进城售卖农妇产品 经过沟通 一趟列车 在这个村庄 专门停车一分钟 现在每天早上 皇家崴子村的村民 可以乘坐火车 到辅松县城 去卖自己的农妇产品 晚上再坐火车回来 铁路部门的这项惠民举措 为村民增收致富 插上了翅膀 冰雪旅游吸引人的另外一个亮点 应该要数冬季狩猎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狩猎场 刚才教练已经给我们 简单的讲解了一下 这个枪械的使用方式 现在大家可能要先练一下 我估计是 然后就要进去 在临海雪原里狩猎了 坐落于长白山陆水河 国家森林公园内的 陆水河国际狩猎场 是1987年 经国家林业部批准 建立并对外开放 这家狩猎场 是我国两家 拥有合法资质的狩猎场之一 狩猎是人类最古老的生存手段 也是一种最古老的娱乐 现在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 你只需要花上几百元钱 就可以体验一次 非同凡响的狩猎之旅 有鹿 大群动物鹿 小群动物鹿 小群动物野鸡 和猿鹿 他老是运动狩猎 他老是这个概念 就是在这儿练完 我们一会儿要出去 进山林 对 他要算狩猎区去 然后要去追捕动物 但是在追捕动物的过程当中 健康的动物不能打 就是一些老弱病残 可以狩猎 狩猎的过程当中 将它狩猎的价值 创造的盈利 然后我们再用这笔资金去 再去保护动物 我们今天跟随几位来自安徽的游客 体验一下狩猎的过程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 我们向树林深处进发 狩猎场就设在原始森林里 据说这里的狩猎面积是三万公顷 凭我们两条腿是无法走完的 我们今天的狩猎活动 只是在很小的一个范围内进行 扛着猎枪 行走在树木参天的原始森林里 寻找动物的行踪 不由得让人充满了神秘和警觉 小猎 我看到了 我都知道它肯定打不着 应该是一只这么大的小鸟 在高高的枝头上 我觉得不论今天能不能看到小动物 就是单是这样穿行一下就是非常美的 那感觉很享受 只不过我追着它们看能拍到什么 不然的话如果慢慢的在这个雪地上穿行 真的就是一种享受 很快我们这边就发现了鹿的踪迹 我静待了 真的是鹿的巢穴 鹿它怎么会有巢呢 鹿就是鹿 它们也不会像人类一样搭帐 它们就是把地 把雪剥开以后露出地面 然后爬到这儿休息一晚就可以 哦 哇这很珍贵 虽然什么也没打到 但这已经很珍贵了 请看 这是鹿的扁扁 像羊粪似的是吧 冻住了 我想拿去给你看它确实冻住了 不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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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儿呢 什么脚印 你看 说一下 这是梅花鹿的脚印 你怎么认的 这是梅花鹿的脚印 因为是根据 这个动物的 踩着脚印的形状 它不是应该四排吗 两排 对 任何动物是两排 四小手之二手是双排 双排就合适了 明显能看出来的 真好 他们走了多长时间能看出来吗 这个走了大概有三四个小时吧 三四个小时 三四个小时 那我们这两条水 能在大雪当中 赶上他们这四条腿吗 可以 真的假的 可以可以 能赶上 真的 真的 可以可以 从哪方向 这个方向 往那边走 往那边走 那边走 根据它这个 你不看是胖的 胖的脚印 你看 看了半天 现在 终于发出脚印了 我们就能顺着脚印去寻尿 其实刚刚下过雪 野生动物暂时不会出来觅食 所以碰上的机会很小 死后的搜索没有收获 这样的狩猎毕竟是娱乐项目 真正的猎人为了获取猎物 需要在雪地里静静的蹲守五六个小时 等待猎物的出现 伺机开枪才会有所收获 为了不让我们空手而归 狩猎场专门养殖了绿毛野鸡 让游客体验一下狩猎的乐趣 没事 没事 快快快 看点这日记 你们看点那日记 看的 这还能用吗 可以 我往下给打了 走 剪面我犯下 靠下 打完妳就回露了 process 靠下 真想打到 regions 这 円 就像打在 reserve 打碎了 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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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三只猎枪都有了收获 尽管只是家养的野鸡 但是狩猎的过程 还是能让我们感受到狩猎的乐趣 见到以前很多没见到的东西 比如说这么厚的靴 这么粗的树 然后还有在树根里面建的蜂巢 平时路走的时候应该是一条线 然后后来路发现我们了 我们一碾上它 它就开始跳着走 然后我们经着那只鹿 跳着走的时候 那个雪就跟心踩的一样 能看到它雪花被两边翻开 但是很可惜我们一碾上它 对 刚才我们看到一只鹿是吧 但发现的时候已经跑了 已经跑了 没追上它 这个不太可能追上它 一咬下去都是 都是到这儿 雪都到这儿 你这个冬季出来旅游的 这个预算是多少 人均一万块钱左右 一万块钱左右 出来一礼拜 一个礼拜 对 每年都会在冬季出游吗 还是 对 我们每年都会的 这个冰雪还是很吸引人的 对 主要我们在南方 没有那么多雪 那近几年来 我们冰雪旅游开发之后 就大家根据冰雪旅游全支付 现在那个冬季旅游 就是一个滑雪季 旅游就能 已经达到了36万人 而且每年都有30%以上的计算 这个增长速度非常强劲 我们老百姓总的一句话 叫白雪换白银 这也体现出总书记说的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 我以前特羡慕东北人的冬天 坐在暖暖和和的火炕上 外面冰天雪地 最关键的是不怎么干活 因为太冷了 现在我到这儿我才发现 不是这么回事 很多东北人 通过他们的智慧 用他们勤劳的双手 在冬季通过白雪 挖掘到了财富 我是韩东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下次再见